今天QX帶你去玩電卡 香港對上一次有得玩大眾的玩樂電卡或小型賽車 就已經去到2016年 那時候就在亞洲保安館 搞了一個半月的戶外卡場 當時我已經覺得香港很應該有一個 永久的室內小型賽車場 因為多一樣東西玩 還有這些室內小型賽車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 不是很特別的東西 所以香港沒有的也沒有 然後香港上一次有室內小型賽車場玩 就已經去到20年前差不多 那時候在啟德機場舊子裡面有一個卡場 接著我們現在去的愛民十八灣 就是在賀文田、愛民村、愛民廣場裡面 交通也算方便 那我選了地鐵去 那賀文田站A3出口 大約走十分鐘就會去到的 好 那就到了 十八挑戰卡亭 十八挑戰卡亭裡面其實 有十八個彎 裡面其實有幾個玩樂 首先有電卡 crazy卡 模擬器 還有餐廳 OK 主角電卡 那就有頭燈的 櫃盆上面有個螢幕 四點式安全帶 還有一個腳踏可以前後調校的 那就給不同高度的人玩 那就不用說那麼多啦 現在疫情這麼久 是不是很久沒見到 會動的卡仔呢 這輛 OK 始終 高零零點都會 正常點查車 但始終是自己開 所以 自己看也不能輸 很簡單 很簡單 有的 腳踏不鬆的 有測器的 沒問題 下半不鬆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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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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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走 好 放手車 自己檢查一下 這排盤是沒有問題 自己動一下 進去 在香港終於開 沒有開過 這個始終要說一說 因為這些是租車 負名思義 俗稱叫做雞車 雞車就是 駕駛車的狀態都不一樣 有些是不肯轉彎 有些轉得太多 有些輪胎不是一樣的狀態 所以車會左右不同 這個不奇怪 大家上車是不需要有什麼猜疑 而且每輛車 使用的駕駛都會有所分別 這個大家猜疑一下 室內卡牆 最重要的是什麼重點呢 你看這些180度彎 其實就是要用盡整個的幅度 但是呢 就不要去到盡 因為有些地方 就不用走太闊 因為跑道已經太闊了 所以不用走外面 有些地方都會去到盡 然後呢 這裡有些地方 其實當作不是一個彎 直走就可以了 這個是直路來的 好啊 接著啊 完全呢 賽車都是這個重點的 就是要重量帶著速度進去 盡量快完成旋轉 即是轉向 然後呢 就加速離開那個灣 不用力了 這個要少少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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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呢 第二樣 其實這個是電卡來的 其實呢 是有一個回電特性的 就是你縮腳 其實它會充電的 但是呢 它的重點是 是有減速效果的 好啊 好啊 那就是說呢 除了迫力之外 我們這個 右腳都是控制駕車的操控 那我現在試一下 跑一兩個圈 這輛車算平衡的 上升 我拿走開 好啊 不好 來我快到快一點 好啊 來我快一點 少許 色漏 再一次 好,這樣就完了 OK 那就進去啦 進去會自動幫你遙控減慢車的 那就慢慢煞回去就對了 OK Thank you 好 好啦 那我就這樣設定了一個時間 34秒633 那就... 看看捱到多久 可能到下午就被人破了 接著就是大人和小朋友都適合玩的crazy card 如果是比65公斤的話 接著扣回安全帶 安全帶在哪裡 安全帶在哪裡 有沒有玩過 有啊 有玩過 那我就不說了 好 玩得開心一點 好 謝謝 讓我試試 這時間就是這麼簡單 一個泰盤 加出腳踏 感覺如何使用 啊啊啊啊啊啊啊 就是這樣 要發揮自己的小血酒 小朋友好像呢 就要110cm高 這樣就變成了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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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VCK的重點不是要快 是要好玩 有了 有了 哇 有了 有了 可以 好啦 之後就是無論 喜歡駕駛的人都會喜歡玩的模擬器 那他們就在走Accesto Corsa 最多八個人一起玩 大隻小駕駛的小駕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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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玩到累或者不想動 坐下吃東西、喝杯東西 這裡的選擇很多 這麼快就玩完了 我相信大家都有些問題想問 有沒有頭盔? 有頭盔和一次性的浴帽提供 有沒有手套? 就沒有手套了 如果要借多少錢? 頭盔和浴帽就已經包了 好,接著衛生問題 無論是否疫情期間 我都建議大家準備私人的頭套 在香港有不同的賽車用品專門店可以買到 消毒問題的話 我見到工作人員都會定時定後 去消毒車和頭盔 這個不用擔心 電卡同時間 幾多人一起玩 可以十個人 有沒有教練指導? 就沒有教練指導 但是就有強制的安全簡介 不是工作人員就會和你講解 好,接著電卡 有沒有年齡限制? 那就沒有年齡限制 但是身高就夠150cm就可以玩了 還有長地開放時間 就十一點半到十點 那我到最後總結一下 愛媛十八灣 有什麼好和不太好的地方? 好的地方呢 首先呢 就是香港就有 沒有 室內私人賽車場 變成有室內私人賽車場 在這個時候 還有人肯投資 十分欣賞 那第二呢 就是大人和小朋友都有東西適合 香港多一個遊樂設施 那十分歡迎 第三呢 就是十八個灣 對初玩的朋友來說 都是足夠挑戰性的 不知道這個場 對香港的小型賽車運動 重新出發 有什麼正面的影響? 那總有一些 不太好的地方有 首先我講一下價錢 其實就一點都不便宜 電卡就八分鐘一節 每節呢 就二百三十八元 這個是一至小的 星期 星期一至小 然後如果是買三節呢 就五九九 星期五至一 或者公眾假期 那一節二九百 三節七百二十元 跟著呢 crazy card 一百元 一節六分鐘 那我當 香港地租基 就是大家要將就一下 第二呢 這個是一個駕駛體驗而已 而不是比賽 所以呢 喜歡求勝的你呢 就在無義氣那裏 才去跟別人比試 第三呢 由於安全上的考慮呢 電卡的速度是比較慢的 那它最高呢 就封印了在二十到三十每小時 那麽多功勵啊 那說起來好像很搞笑的 二十三十 但其實呢 如果在這個場上呢 你給一些車去走得快點 是會對新手造成危險的 始終來到二零二一零 大家聞不明白啊 那如果是喜歡賽車的 就應該更加注重安全 還有這個是一個入樂場的 千萬不要太認真 和家人朋友來玩一下 開開心心 不要笑笑 那就對了 那這次就是這麽多啦 好 拜拜